文綺民議員 劉剛華的天份 拍得住皮笑肉不笑的林瑞麟 上次我問他的問題 那是2009年2月11日 那是補充質詢 那條飽頭質詢不是我提的 我代了錄音機 我不是第一次放錄音機的 上一次對著689那次是第二次放錄音機的 他也是錄音機 他回答我的問題 最卑鄙的 就是說2005年 你們不支持政改方案 如果支持政改方案 那時候就已經可以取消 一些委任的議席 那次就說一下馮劍基 馮劍基 當時 就跟他講條件 你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 我就支持你這個政改方案 阿基,我有沒有講錯 講不夠,待會你講,補充 我說得不夠 往往要你加以補充 你稍後補充 大家要講數 到最後,他說否決了政改方案 我就不取消委任議席 政府就是這樣的 政府就是這樣的 原本就是 一定是要取消的 循序漸進的 看回歷史也知道 八二年,區議會有這個選舉 八五年那次 就已經是增加了 取消了那些非管首議員 官首議席就取消了 接著一直下 到九一年,一直增加議席 包括百幾個委任議席 一直到一九九四年 區議會取消了所有委任議席 然後大家都知道眾所周知的原因 回歸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推倒重來 有一個叫臨時區議會的機 你知道嗎? 沒有選舉的 循序漸進就變成循序漸退 現在我們是拿回公道而已 什麼時間在九十年代中期 九四年就要取消了所有委任議席 取消了兩個市政局的委任議席 是不是? 你不是 你這個特區政府 道行逆施 恢復區議會的委任議席 殺了兩個市政局 當然 這個不是你坐在這位老兄可以負責的 是不是? 你 雖然不是人肉錄音機 你還是要等恩鳳子 鳳子行事 是不是? 跟著拍子來跳舞 打工而已 賺錢而已 是不是? 現在說的是2016 才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 但是維持鄉議席委員會的二十七個 當然的區議員 這個就跟彭定康時代主席 一模一樣 你就是說恢復到 這個就是老平口中千古罪人的時代 現在是公元2013年 彭定康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 保留二十七個當然區議員 那是1994年 那是1994年 你現在告訴我 這個條例就是 2016年那一屆 2015年那屆區議會 2015年那屆區議會 取消所有委任議席 保留二十七個當然的區議員 九四年和2015年相差二十一年 九四年你做什麼啊? 小子 做AO 即是還未升官發財的 小子而已 小子沒有貶義的 黃毓民議員請你對主席 即是 入政府 沒多久 你都算摘得快 阿哥 很可惜現在坐這個位置 偶爾要讓我收理一下 處席 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 或者這個所謂地區行政 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所以我那天說 雞鳴狗道 區議會都有很多雞鳴狗道 制度造成的 我就是不太贊成 剛才湯家驊說的那些 你是選舉的嘛 輸就是輸 輸一票都是輸 蛇債餅種米 我過幾天就派種了 我的看法很簡單 我有能力 或者我找到人來贊助 我那個區裏面這麼多窮人 特別是老人家多 我每個月搞兩次生日會 我跟主席報告 我是立法會議員 不是區議員 OK 兩次生日會 請老人家吃 一定要65歲以上才可以吃 你老人家便可以吃 勉強可能 你明白嗎? 你參加了毓民長者之后會 便可以吃了 你那個月生日 是嗎? 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資源 彌補政府福利上的不足 是嗎? 那有什麼壞呢? 你說這樣去拿選票 那些來吃我的東西 那些多數都不投給我的 很多都 你明白嗎? 那些一定投給我的 那我還教他 那 工聯會有得吃 我會通知你 民建聯有種派 我一定第一時間告訴你 你在民建聯那裡拿兩隻 在毓民辦事處拿兩隻 去另外一個園拿兩隻 那你有六隻種 便夠過節了 OK? 真的買種都沒有錢 不是開玩笑的 月餅也是 每次中秋節我派月餅 每年七月份 我都派米的 我告訴你也不怕 旅行我就少些搞 是嗎? 二十六、二十五日有一次 就來立法會參觀 接著吃一餐 又有 我覺得這些區議員做這些事情 或者立法會辦事處做這些事情 都不是問題 我們最重要就是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制度 不要違法 選舉條例有規範的 所以不要找這些來講 我真的覺得民主派 真的很不爭氣 二千零三年那次大勝 主席 我記得和你老人家都有一場對話 關於區議會選舉貴黨 你們那時候秘書長 叫做馬力 後來做了這個民建聯的主席 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 他找我聊一次 小弟那時候在電台做事情 他說 你怎麼看呢? 跟著選舉 我說你可以死吧 我們民建聯一定死 民主派大勝151席 建制派62席 獨立的有187席 當然那些獨立很多都是建制派 到了2007年 民主派輸到怕街 剩下108席 建制派148席 到了2011年 議席增加 民主派只有103席 比2007年中邀少 建制派276席 獨立的33席 說什麼呢? 取消了委任議席 你又不能贏? 為什麼不能贏? 我又不花時間在這裡說 我只想說一件事 委任議席 有些人說到委任議員的表現 不會差過直選議員 這是廢話 媽媽是女人 我都可以說直選議員 都不會差過委任議員 你看你用什麼來比較 委任就是委任 直選就是直選 如果你說是民意授權的 就一定是直選 不就不用取消委任議席 你現在去幫委任議席說 就說他都死了 宣佈他死亡 那現在 都已經宣佈他死亡了 沒理由再丟多腳 那我就很同情這種說法 但你就不要將委任議席 吹到天上有地下無 這是不通的 這個委任議席 是政府很明顯是逃離建制派的 你的裝脚在哪裏 你建制派的裝脚在哪裏 你委任議席就是你裝脚 他都要顧自己的 民建聯、工聯會 是不是 但是那些所謂獨立議員 還有很多委任議員 就可以做他裝脚 梁美芬在九西又一樣 是不是 這個遊戲很明顯 共產黨已經是直接參與的 主席 這個已經很清楚 我都覺得沒問題 大家來選吧 全部都是直選的 是不是 但是過去這種委任議席就是 你是為這些建制派參加直選 累積了基礎 這一點一定要說 除了沒有民意認受之外 委任議員 包括那些地方上 大家都心跳 有些事情不用說得那麼明白 那些是裝脚 除非你說我委任 我又委任民主派的議員 那麽都說了 你不是的 是不是 你已經贏了 剛才湯家驊有說 就是 可以的啦 你一定贏的啦 是不是 你真是掌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是不是 就是這樣 由2003年的151席 跌到2011年的103席 還沒計算增加議席 等於這個立法會也是 你惡什麼呢 人家直選贏你 當然是 就要反省檢討 這是什麼理由 今天在這裏就是 要將一個慢惡的功能組別 批判一個慢惡的功能組別 然後告訴你 你現在後知後覺 不要說是後知後覺 其實就是 又是政治交易 如果 如果 老實說 2010年6月 不是這些偽民主派支持的政改方案 你會 2016年 2015年取消這個區議會委任議席嗎 這個基本上有個恩果關係 我不會多謝他們的 即是我們看歷史就可以了 為何94年沒有取消這些委任議席呢 根本是同一個 即是 老實說 你完全是開倒車的 所以我們要強調的就是 這個委任議席 是不應該存在的理由是這個意思 就不像剛才那些民主派議員那種說法 那些怨婦的方式的說法 是不是 你資源不夠人多 那怎麼辦 他沒有違法的嘛 你要對ISIS督爆的 有哪裡違法 對不對 簡單而已 是不是 你會覺得 我們可以 -"禁活動- 水 tidakomorph到這場嗎 管職員會委員都不肯定 關門職員就會有 厲害了 是的 它會很難 已經被電擊 变得寸 那入 дост 政權本身沒有認受性的問題 那天主席你罵我 我說雞鳴狗道出奇門 他說道道都合用 李貴組織都合用 我現在沒有了 讓你說中 你真是英明 不過我也說中 張振遠現在就睡街 我那天成功 這段說話都是講張振遠 你記得嗎? 我拿證據給你 行政會議 雞鳴狗道 那你現在就睡覺了 還不是雞鳴狗道? 原來是賊 這個題外話 我還有一分多鐘 你沒理由制止我 黃毓民議員 請你返回正題 不是你坐下 我們是會支持這個議案 必然 但我都必須要說 在整個區議會的劃界 如果你取消了所有委任議席 那個選區劃界 希望局長 你真的要聽多點意見 仔細一點 不要再擺烏龍 這是此其一 第二 就是那個區議會的職能 因為政府 是開空投資票 委氣承諾的理經 你要加強區議會行政的功能 通過取消委任議席 一個全新的區議會 你必須要有這些配圖 兩樣東西而已 一個選區劃界 你真的要仔細一點 不要擺烏龍 第二 就是區議會的職能 一定要提升 我希望政府能夠考慮這兩點 多謝主席